按住戴口罩其中一邊的橡筋,另一邊那麼難翹起耳製的,藉著了雙眼。 南非總統拉馬複殺當地星期四全國電視演說,宣布下個月起逐步放寬封鎖措施, 但呼籲公眾外出或者搭交通工具的時候一定要戴口罩,還以示範戴口罩做結束。 結果這個畫面意外地成為社交網絡的焦點,網民紛紛照著拉馬複殺的身教戴口罩, 口罩變成眼罩,只是遮到眼和鼻,但都要遮蓋好口和下巴, 那麼吵的口罩就要拉開,網上甚至出現有關他的口罩挑戰, 面對網民的熱情,拉馬複殺幽默地回應。 南非是新型肺炎確診數字最高的非洲國家, 不少人都感謝拉馬複殺在疫情愁水之下帶來歡樂。 有線電視記者梁翠山報導。